承担合同纠纷执行案中查明被资金人填XXX 居不履行身下网络完初 所确定的一遇且未报告财产 决定如下对贝斯金人填XXX居留15天 大家检查好各自的担紧装备 行动过程当中一切行动听从各自理罪的指挥 我在这就强调三点 第一点按照计划统一行动听指挥 第二点雷厉风行彰显滨海法院执行强制力 第三点规范执行文明驾驶 行动中确保安全 大伙都准备好了吗 行动 为什么今天晚上要搞一个专项的执行的行动呢 就是因为我们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 发现法官在白天做现场调查的时候 很难找到被执行人 这个找人难也是一个困扰我们执行工作的一个难点 在我们院领导的以及局领导的相关部门领导大力的支持和配合下 我们组织的今天集结了我们的民伤团队的以及法警各个部门的共计33名干警 搞的这个专项活动 目的就是为了通过夜间行动能够找到被执行人 这个打击和震慑这种拒不履行的被执行人 为民生案件的申请执行人最大程度的切实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争取最大的胜诉权利 孙马官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一会儿要去执行的是个什么案件 我们这个案件它是欠的那个装修 然后没有给工程款 它大概欠了多少钱 大概欠了七万多块钱 标的额也不大 但是它是一个大串二 然后总的加起来这个标的额就比较大了 它就是还欠别人的钱 对对 然后在一审判决上双方调解了 然后这个过程中调解申请后一直没给 然后我们多次也联系那个被申请人 说是给但是一直拖着没给 然后申请人就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申请强制执行之后 然后我们也多次的联系被执行人 被执行人总是以各种理由推托 没有执行 申请人向我们申请司法预留 我们就今天采取了这个行动 然后希望督促 通过这种方式来督促 有什么事儿吗 就是还是那个 你还没办法 你还没办法 成呗 现在 光修一过来 好 来 来 我们出去吃吧 好 出去吃 小孩在那里啊 没啥事 不用紧张了 不用紧张了 你开开开你身边上 120 好 像这儿呢 像这儿呢 像这儿 行,坐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